世代运纲结束全运会下个月即将在宜兰登场 为了鼓励选手全力以赴 教育局长半信率特别前往国际游泳池 为游泳选手加油打气 并且自赠营养品 由于高雄市游泳项目蝉联全运会三连霸 局长也期许全体选手再接再厉 拿出最佳实力朝四连霸目标迈进 鼓掌来欢迎局长的关心 谢谢 教育局长范训律专程为游泳队选手加油打气 获得热烈掌声 全运会下个月将在宜兰县登场 高雄市游泳队已经进入最后集训阶段 范局长除了了解选手培训情形 也期许选手们全力以赴拿出最佳成绩 在104年我们完成了三连霸 今年是特别又到了我们城局市长的故乡宜兰 所以看起来是当仁不让也要四连霸 所以游泳的团队是我们一直认为 非常卓越的 不管是游泳项目 还有水球项目 还有跳水项目 那上一届已经拿到了18面金牌 19面银牌 还有6面铜牌 非常卓越的成绩 那这一次希望各位继续追求最好的成绩 为高雄争光 游泳项目向来是高雄市的强项 尤其仰视 自由市等项目多次在全运会中夺冠 今年水上运动高雄市共有85位选手参赛 不少都是优秀的后期之辈 除了感谢局长的鼓励 也强调一定会拿出最佳实力为高雄争光 其他选手应该都已经有开始在 备在一切的今年的全运会这样 那也应该会有不错的成绩 因为大家都很努力的在练习 也希望能够为高雄市拿到四连霸 我希望是可以在200公尺自由市 跟400公尺自由市的项目下都拿下 帮高雄拿下金牌 高雄市已经在全运会中产年三连霸 其中水上运动项目夺牌数目相当高 范勋律局长鼓励选选手们再接再厉 会高雄争取史无前例的四连霸记录 有点赞 港都新闻张世民宏静怡采访报导